说有这样一种动物呢 看着萌萌的 但实际上呢 确实很非常特别危险 等会儿你说的是河豚 遇到危险呢 就会鼓起来 胖胖憨憨的 咱们知道它是难得的美味 但也要知道它身寒剧毒 有人为了贪图它这口美味 变成了植物人 甚至因它而丧命 就在刚刚过去的2月份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通报 发生了三起较大级别 食物中毒事件 那其中广东坚养两人 就是因为河豚中毒死亡 事实上因吃河豚而中毒 发生悲剧已经不止一起了 去年4月下旬呢 广东惠州市的范先生的朋友 送了他一条河豚 范先生自行加工后食用 觉得比较轻 仅吃了一点就放下了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半个小时之后 范先生就感觉手脚发麻 活动不便 说话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到达医院之后 范先生直接就被送进了ICU抢救 据医生介绍说 患者入院的时候 自主呼吸基本上停止 昏迷四肢软瘫 更让医护人员最崩溃的是 此毒没有解药 好在最后医生呢 把范先生从鬼门关给夺了回来 但是并不是每次都这样幸运呢 据了解河豚身上的毒素 它的那个毒性比秦华纳 要强一千倍 0.5毫克就足以致人死亡 比皮霜强一千倍 您看看 中毒过程急速而剧烈 潜伏期呢 只有10分钟到3小时 发病后4到6小时 可以导致人死亡 最快是1.5小时 河豚的毒素总结起来 有三大特点 毒性大 毒性稳定 在河豚鱼体内分布复杂 甭管您是烟炎还是晒太阳 煎炒烹炸火烧烫烤 就算使出看家本事 这河豚毒素依旧非常稳定 结构难以破坏 河豚鱼有一把20多个品种 有不少品种 它的外表长得差不多 但是内在的毒性分布 却是天差地别 有的河豚的鱼呢 内脏的部分有剧毒 肌肉部分是没毒的 可有的河豚鱼呢 全身上下就连那皮带肉都有毒 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可以使用 就还有一些臀类 它的那个肌肉里头就有毒 在没有办法辨别 它肿类的时候 是绝对不能吃的 而一旦务实河豚中毒 需要在一小时内送医 一旦中毒 一定要尽快一个小时内 送到医院赶快救治 那通过肠道灌息等治疗 来消除毒素 千万别耽误救治的最佳时机 其实我国一直都是 严禁使用河豚的 虽然2016年人工养殖的 红旗东方豚和暗文东方豚 这两种品种 它们是属于解禁了 但是养殖的河豚 也是需要有专门资质的企业 才能够加工 而且要求非常高 专家同时也指出 经过专业处理的河豚 并非没有毒性 只是毒性控制在 每公间2.2毫克的范围之内 过量使用 依旧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所以说美味虽然诱人 但一定要谨慎了 是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